收紧度 地質的收紧度跟溫度會有什麼影響 熱帳很多 所以他們需要很多數據去收紧 冰層的緊密程度 冰層的細微的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 你可以點這邊有連結 這個檔案你可以點連結 去看看他更多的介紹 就是一樣的內容 我這邊有摘入了 這是同一片的內容 那我摘入在這邊 在這邊 我這把稍微放大 他這邊都入層劍 太亮了 很不舒服 好像我這樣 好像我這樣 這是更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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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 對比 非常亮的 對比 好 所以他用一些溫度重量的概念 他就是我們去查 保留在冰層啊 石頭畫石內的一些物質 我們去測 譬如同樣是這隻 呃 這個動物的骨頭 我們在很低溫跟很高溫的時候 他變化很不一樣 看他長大的時候會很不一樣 然後再看冰層裡面的化學特性 比如說你冰越冷的時候 溶進去的氧氣是越多呢 還是溶進去氧氣越少呢 就不用這種方式去推測 所以當我放到冰的時候 我看到冰裡面的性質 化學特性能去分析他 我就可以預測 或者我去猜測 去推測 當時的溫度是多少 我用這種方式去推測 他洪活還有傷阻石化的時間 也會跟著溫度來改變 你溫度越低 他可能石化越慢 溫度越高 石化越快 不過沉積也是一樣 溫度越低跟溫度越高 他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他從沉積 因為沉積都是一些復活生物 慢慢的累積死進去 所以你的溫度低跟溫度高 會有不同的結果 他用這種方式來去換測 計算 大概我們那時候的溫度是多少 但是這裡一定有參考標本 對不對 所有測量 早上來跟他們 在國路裡面講測量 你所有測量都會不差 你要想這個測量溫度是用一些 我們在一般的測量溫度 用溫度計是怎麼測量溫度 水銀 水銀變成測量 你為什麼這個測量溫度 因為水銀它會熱脹很不錯 熱脹很不錯 其實這是酒精 酒精也會熱脹很不錯 它熱脹很不錯 很直接的 溫度高 熱脹 所以他要看到溫度 溫度低下降 可以看到溫度去改變 可是我要看10萬年前 我沒有溫度計 10萬年前擺在那邊 照樣照下來 沒有啊 所以他必須從那時候去推測 譬如說動物的生長 或是水裡面的化油成分 或是沉溺的狀況 或者是珊瑚的食化狀況 各種狀況去反對 當時溫度 準不準 準不準 還好 不見得很準 所以這些結果 其實我們就想說 這就是一種 測量結果 一定有誤差 剛剛請大家給我講 誤差 記錄的什麼是誤差 誤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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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講是這樣 沒錯 就是 你從這個標準去看到 這是科度一 這科度二 我如果有一個東西 在介於科度一 跟科度二的東西 你去猜出一個結果 你去猜出來的結果 跟真實的結果 一不一樣 一不一樣 你猜的結果跟真實的結果 會不會一樣 差一點 差一點 有不可能一樣 有不可能一樣 這是尺 假設從零 一二三四 那我一個長度是從 對不起從零這邊開始 長度 到這裡 你看這長度多長 3.5 3.5 3.5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另外兩位 可以嗎 3.5可以嗎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你的結果是 差不多3.5 還是 3.5 還是 差不多3.5 所以你給我答案是會講 差不多3.5 差不多3.5 還是給我答案是說3.5 差不多3.5 比較正確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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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一定就在3.5 但他是接近3.5 所以他會有1.5差值 所以比較正確 所以他會講說 差不多3.5 比3.5 正確 這意思是這個 你怎麼證明他比較正確 因為他在3.5 對 那你怎麼知道他就是3.5 你沒有說他就是3.5 你沒有說到3.5 你沒有說到3.5 差不多3.5 比3.5正確 對 比較正確同學 就是他比較符合現實 為什麼比較符合現實 你知道現實嗎 因為他就在3.4的刻度中間 所以我看你 他會這樣 我如果這樣 你會告訴我 你拿到多少 我看你3.2 3.2 3.2 所以你給我什麼答案 3.5 差不多3.2 所以你那種差不多3.2 比3.2好 對 我們在討論 讓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 可以怎麼講 差不多 所以你拿個比較好 可能真的要寫的資料 或是怎樣的話 可能是給一個區間會比較好 但是 一般來講 我們自己在講的話 可能就 假如說他實際上 他是 我們講差不多3.5 如果他實際上是 3.5 如果他實際上是 3.5 差不多3.5 所以他就比3.5 這種準確 也就是說 他的重視率比較高 可是等一下 正確答案 就是 正確答案 所以你會認為 一個區間比較好 所以認為 這個長度是 3到4之間 這個答案比較好 這手 這手 這是正確答案 3.2 或3.3 或3.4 這三個答案 才是我們要的答案 在測量的時候 是這樣的 差不多還不可以 你問你講 差不多3.4 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講 差不多3.2 這個沒有比這個好 因為這不能計算 這不能計算 這可以拿來計算 對吧 你在學數學計算上 學說 三道的時間 怎麼去跟別的速度計算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你去測密度 裡面測度質量 再測度體積 我如果公金上 資料是15到20克 體積是21到24CC 密度多少 密度多少 好沒關係 我如果說 差不多16 差不多 16 差不多 22 怎麼計算 差不多這三個是怎麼計算 沒辦法計算嗎 所以很簡單 就是你直接寫說 我測出來是6.2 我測出來是2 是2.3 這什麼意思 這是估計值 記不記得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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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科學所有的測量當中 我們都知道 您所測量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準確值 更不會是準確值 有機率是準確值 有可能是準確值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都不是準確值 所以你測出來的東西 這叫什麼 都有準確值加成估計值 對不對 對不對 這裡面就包含物差 物差在裡面 物差就在裡面 物差就在裡面的意思說 這裡面的東西 就是我不知道 差多少 因為你不知道實機值多少 你知道實機值 你知道這個實機值嗎 你知道這個實機值嗎 誰去量都有估差 那誰可以說 我量分實機值 對不對 誰又來量 一個結果 秉恩來量 有另外一個結果 自己來量有另外一個結果 我去量有另外一個結果 因為我的詞 就只有1 2 3 4 我沒有更細的詞 我用的詞去量 我可以量到正希嗎 沒辦法 我可以量到很準嗎 沒辦法 所以我量出來的值也是估計值 每個人量都是估計值 所以就是要很大膽去假設 我量出來是3點2 那就是3點2 沒有什麼錯 因為你的值裡面 已經包含了估計值 我只能理估計值值 是這一位 所以你最小刻度是這一位 3一定是正確的值 這樣問你 這樣知道意思嗎 知道意思嗎 所以在測量上 一定很精準 去量一個結果 就是拿一個結果回來 拿一個結果回來 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不是正確的 有沒有正確值這件事情 正確的結果 有沒有正確的結果 沒有 一定是物體值 OK 所有的數字 所有測量的結果 包含的誤差 誤差就在裡面 好不好 沒有人可以知道真正的結果 那這是誰可以接受 好 這是你也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客人家去推測 25萬年前的溫度 這是真正的結果嗎 是 這怎麼知道真正的結果 因為客人家的 客人家的客戶差 所以這也是估計值 OK 這裡面包含估計值 這都只是推測的結果 而且你推測的根據 可能因為這個時候 這個科學這樣發明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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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年代的時候 我用的半分期是用6500年 可是我還想發現 原來碳磁磁磁的半分期是5700年 這跟誤差 那誤差很大 因為滿了半分期 也是用一種測量的結果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都没办法活五千 五千七百年 我没办法活六千 六千万年 我活不了那么糗 所以推测是从今天的结果 跟两个月后的结果 测量的结果 去推测它的半个期 那你推的时间 假设你用两天去推测 你用两个月推测才会比较准 两个月 那我用两年推测呢 是不是更准的 我用二十年推测呢 是不是更准的 可是二十年当中 你这个 sample 有没有可能受到污染 有没有可能受到有什么反省影响 改变的 所以我的推测又不见得准 对 我的测量又不见得准 所以你会不断地去追查 我的测量到底要留一点 所以当我假设看是六千五百年的半生期的时候 我去做实验 这骨头是两万年前的 这骨头是十万年前的 结果有一天 一个科学家说 你做那六千五百年的实验是错的 我推测 我知道了 更准的是五千七百年 那是我之前所推测那些骨头的化石的结果 都要重新再做多一遍 都要重新再计算一遍 对不对 就这样的 骨头到底 所以同样的 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这时候的推测 那没关系 我们先假设这是正确的 一定要先假设我们的东西正确 二氧化氧濃度也是一样 二氧化氧濃度可以从水的含量里面去推测 这比较准 这比温度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感觉上这个温度的变化 有没有一个周期性 有没有周期性 有一个周期性 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周期性 有被人类狗坏 因为这边人出现了 人类从这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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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出现的时间就是多少 几千年 几千年 开始用火呢 人类开始用火 不过就是几千年而已 这几千年展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二氧化氧濃度也改变很多 这是人类出现的影响 那前面那种变化 基本上我们可以推测说 地球在看的时候 生态环境 地理环境 变化都没有那么大 对不对 那影响没有改变 所以它达到一个稳定平衡 有没有刚刚讲化学 达到一个稳定平衡 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 从这观察当中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 温度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考虑温度变化 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我们先看到温度效应 这个组课本它有 我们看一下课本它的解释 然后请你们告诉我温度效应是什么 说说看温度效应是什么 没有 说说看温度效应是什么 你看完了 很多页 186页 186页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 对 再说说看 阿达说你 解释一下 他还不舒服 蛤 没有 你还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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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很舒服 なので 我可以迫超级 温度数 温度是气体吸收地表 谷 辐射能 能量火层的稳定 请 他就更yi 好 谁准备好了 可以糖醉 请来解释一下 好像就是 那個太陽輻射的熱照到的金球之後 有一些被地表吸收掉 那現在該被反射和外太空的又被一些溫室氣體吸收掉 然後他就一直流在金球裡面就沒有反射到外圖 外太空了 OK 好 然後熱愛用後再熱愛用後再熱愛用後再熱 大家有一個意思 OK嗎 花了去愛錄影 蛤 錄影 錄影 沒有錄影了 我再錄影了 我再錄影了 所以說 陳佑是在一起嗎 解釋一遍 需要自己再講一遍嗎 不用 我聽聽你吧 好 那自己剛剛講到一遍 我還沒有洗手刀 沒有怎樣 好 陽光能量進來都是短波長的 短波長大部分會直接穿扣 然後大氣 短波長基本上空氣也會吸收 那大氣之後它打到所有的物體 然後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再反射出長波長的 長波長的電磁波 那你說為什麼會輻射長波長電磁波 因為太陽過來的能量很高 因為太陽的度度非常高 對 幾千度到幾萬度之間 所以它波長都很 頻率很高的短波長 短波長 可是他說短波長 其實浮長還是蠻長的 小於紅外線 基本上你看不見了 可見光是我們看得見的 比可見 他說這邊是小於紅外線的 就叫轉波輻射 可見光的範圍就是轉波輻射 以紅外線為主 假設 這是可見光的範圍 這邊是短的 這是長的 我們留下長波長 它是以這邊 這邊叫紅光 這邊叫紅外線 紅外線 比這邊的叫長波長 比這邊的叫短波長 太陽光進來的都是 在紅外線以上的短波長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 孤度高 可見 可見光 這邊 這邊超過這個點 還是不可見光 超過這個點還是不可見光 但是在這邊都是可見光 但是我們看得到都是 打下來的大部分都是可見光的 其實還是有些 UV 像UV又在這邊 UV是紫外線 這邊是紫光 紫光 紫光外面是紫外線 紫外線能量更強 紫外線能量更強 這些是UV的部分 所以我會破壞人體 紫外線 環境都是UV 可是地球抽到一個氣體的保護 是什麼 臭氣 臭氧層 不是臭氣 臭氧層 臭氧層保護了地球 臭氧層把一些 把一些更短的 短波的部分 就和離掉了 它不讓它打下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 我們講過了嘛 開始有露生植物 露生動物的原因是什麼 臭氧層 臭氧形成了 臭氧形成之後 它保護了地球上的生物 所以這些動物 植物才有辦法 爬到海水外面 水的外面 它比較不會被破壞掉 它不會死掉 所以它可以保存 所以是因為 臭氧層形成之後的效果 好了 這些能量 打到地球等等的東西 會產生另外一個溫度 我接受到陽光 我就曬太陽 我的溫度幾度 浮測 可能是40度 對不對 曬太陽表面 我拿個鐵片曬太陽幾度 浮測 70度 浮測 它受熱之後它就浮測 那不管40度或70度 它溫度遠低於太陽的溫度 你溫度越低了 輻射出來波長就越長 輻射出來波長就越長 在偏紅外線的這邊 在紅外線這邊 所以這長波長的東西呢 它感到空氣中 它就會被這個溫度 所以溫度氣體吸收 所以溫度氣體吸收 這能量之後 它就排不到大氣外面去了 它排不到以後去了 所以溫度就停留在地球表面 這是溫度氣體的效果 也是溫度效應 如果以玻璃來講的話 玻璃屋啊 這種玻璃屋也是一種溫度效應 我的陽光 短波長可以進入室內 進入室內 就讓這個植物得到陽光之後 植物變得溫度增加 它開始產生長波長 可是長波長就離不開玻璃 它被玻璃反射 長波長比較容易被玻璃反射 所以溫度就一直持續在這裡面 跑 就越來越高溫 那溫度通常是因為 像有些溫度 緩度比較高的國家 它們比較冷 它們比較冷 它就用溫室來養一些 比較好看的花 不然 一般在天氣比較冷的花 通常是植物通常怎麼樣 沒有花 沒有葉子 它花也很少 它比較是那種就是像松樹 就是先長絲 先長絲 先長絲 其實有在乾燥型氣後 比較北歐國家的話 它們的植物都是真葉林 真葉林 然後花很少 就沒那麼漂亮 真葉林 真葉林就是它因為減少水分蒸發 哦 真葉林 我們在台灣也是啊 比較高海拔的地方 什麼 松樹林 松樹林 松樹林叫真葉林 對 它長的果實是什麼 它長求果 對 太蒙花 你有沒有看到 它花有啊 其實很醜 它花也真的很鮮豔 它也花沒有鮮豔 所以它們北歐國家有錢啊 用溫室來養植物 主要是要養一些熱帶型的 比較多肉的 比較花 比較鮮豔的 比較好看的花 用溫室來養 好 最近有新的新聞 有沒有聽過 霍金 預測 2031年 世界末日 那麼不安 啊 這個 預測的原因是說 他們有個團隊啊 去分析 太陽的 狀況 我們講了嘛 所有地球 大部分的能量都來自於太陽 對不對 嗯 所以如果太陽變冷 地球怎麼樣 地球就沒有溫度了 就沒有溫度了嘛 這可以介紹 所以它是世界末日嗎 不就只是變成植物都死了 蛤 植物都死了 然後咧 然後 動物就沒東西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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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種香菇喔 香菇不用太陽 再講一遍 種香菇喔 種香菇就不用太陽 對啦 也許 也許到這邊是 香菇的事件 對 同意 有可能 提摩復活 提摩去採香菇的 不是種香菇的 是種香菇的 他就採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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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採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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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採一道香菇 他這個說法都採一道香菇 好 或是說 這個新聞是說 你們看這個檔案 我檔案分享給你們 這檔案點進去 這個圖片點進去 它可以連到 這個新聞的記錄 誰就唱了 我把詐要結錄出來 沒有 OK 沒關係 你看才好 這個部分是你回答的功課 對 他說2030年 地球就 太陽進入休眠期 他的能量呢 會減少60% 那把那個 把衛星球拿 丟過去燒掉嗎 丟不過去太陽 就知道 爆炸它就衝過去 太陽太陽太陽 太陽太陽 太陽太陽 那個爆炸衝過去 把月亮丟進去燒 它就是會有休眠期 那休眠期的預測 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知道 太陽黑子活躍的程度 它也是一個週期 每十一年一個週期 但它有一個更長週期 看一下 就是太陽黑子的活動 他說你看 在這邊 1650年到1700年 這邊 基本上沒有黑子活動 沒有黑子活動 所以太陽是進入一個休眠期 太陽進入休眠期的時候 基本上它能量是降低的 那也有說 在這個年 在這個年段的時候 基本上 很冷 泰晤士河 英國的泰晤士河 河面都可以走路 因為結冰很厚 所以你的 泰晤士河 英國泰晤士河 算是 台灣的那個 類似像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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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水溝 只能是台灣海峽 黑水溝很寬 不能像 它是一條河 很寬 因為要河 河面整個都結冰了 河面結冰的人 都可以走上去 在上面活動 所以那一段時間是非常難 所以那種虧測的方式說 在2030年 太陽休眠的時候 百分之六成能量不見了 地球會進入一個小冰合期 所以會非常非常難 你相對來講 在1650年到1700年 這個小冰合期的時候 人類有沒有存活下來 有 沒有死掉 人類還在 所以這小冰合期 很影響沒有那麼大 後來那個大冰合期 大冰合期還有 還是有 接下來就有人說 這是錯誤的 不要相信 不要被誤導 他說 他說 太陽沉起 跟小冰合的關係 是存在的 但是 這有另外一個研究 他說 其實歐洲的小冰合期 其實是區域內的間歇現象 跟地質學上 全球長期冰合時期沒有關係 所以那種是小區域的 是歐洲的小區域 而且有證據顯示 隨後的成績是火山爆發 跟氣透系統的內部變化 跟太陽黑質沒有必然關係 所以這是另外開的說法 另外一個是說 太陽活動影響全球升溫極為 他認為太陽影響很小 這個蒙德極小琴 就講太陽黑質極小 反映著秀明奇的那個段 叫做蒙德極小琴 他40年後重新 再來的機會只有20% 不到20% 他即使來 對全球升溫的趨勢 影響也很有限 應該是降溫 來的話會對降溫 OK 然後 所以 但是現在聯合國還是預測 如果說我們現在的溫度 溫度啊 認為溫度氣力排放不減的話 那4G末然升高 會到2.6到4.8度之間 會再升高 所以他主要還是在希望 我們大家 要減少少開車 少開車 10萬能源的減少 要減少使用 才減少這個溫度氣力排放 他在推翻小平和期的推論 好 請認識誰對 silence 霍金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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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呢 我以為一定要霍金出來 反對說 這不是我說的 霍金說又贊錯 因為這個報導 就是一個報導 後面這邊有人講 那霍金的報導 其實是個錯的 是英國小報的八卦新聞 跟霍金沒有關係 可是 可是現在這三個消息 你代表相信誰的 第一個 有人說霍金說的這件事情 第二個 有人說 太陽事實上沒有影響 所以霍金的說法是錯的 第三個 又有人聽到說 霍金其實跟這個報導沒有關係 他霍金沒有說過這個話 你們相信誰的 我霍金沒說過這個話 為什麼你覺得霍金沒說過這個話 因為我不想這樣 因為霍金 霍金有幫他表達 霍金有幫他表達 霍金這樣不會已經嘴巴沒分的時候 他才有幫他表達 但是霍金沒有出來否認 我沒看到任何的消息 霍金出來否認 否認說我說過這樣的話 沒有 所以這個消息我覺得怪怪的 那前面兩個消息 實際上比較是 一個支持這個意見 一個支持另外一個理解 那你支持哪一個理解 不知道 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一個 這跟話語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 我現在把所有訊息都揭露了 你揭露了不夠 你要問啊 再繼續往下問啊 要問我更多的訊息 第一個訊息說 太陽在40年內 在這2030年 他講2030年 實際上15年內 會進入一個休眠期 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太陽即使進入休眠期 對地球的影響很有限 不會進入小兵二期 所以他認為小兵二期 歷史上的小兵二期 都跟太陽無關 事實上是地質的變化而已 對面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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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我們會不會再高個4度 都怎麼樣 我們應該還是可以回下來 因為換他們那些客氣就走了 他們是誰?他們不是我們 就是要去他的地區 所以你在否在高四度你還是黑國人開心 有沒有說法 要住水上 要住水上 難道沒有陸地可以住了嗎 沒有陸地可以住了 可以住山上 可以住山上在水上 所以在高四度也沒有影響 我們可以住高一點的地方 有很多 西藏整個海拔 四千到六千之間 華山去西藏 對不對 你就在海平面高一個六十公尺 移民到西藏去 西藏從地那麼大 至少是台灣人好幾百倍 台灣一個台灣就可以養三千人 兩千三八百人 食物的問題就會很 食物的問題 所以食物 吃水上 不會啊 但還是陸地很多 陸地也沒有多多多 那既然他可能原來很冷地又變正了 多多 不用多很多 有啊 人很多 山蕉開很多 而且山蕉也不是說很多 我剛剛講了嘛 整個西藏 它的海拔是四千到六千 整個西藏 西藏是 那也只有一座山而已啊 那不是一座山 那是一塊高原 那是高原 一塊高原 那高原的面積可能是地球的 台灣的世界 可能有幾十倍啊 可是那有我們在全中國人嗎 欸 那幾一點 那其他人 沒有啊 那其實 整個大陸被冤也不會淹很多啊 六十公尺才多少 可能只有沿岸被淹掉了 哦 沿岸那些大陸是上海可能不見了嘛 深圳不見了嘛 對不對 北京還在啊 再往裡面一點都還在啊 嗯 對不對 六十公尺才能 是不是這樣子 哦 所以只會上那六十公尺啊 但是很多國家不見的是真的啊 他有沒有講到島國不見 就是只要有些國家願意接近他們 那你們島不見就讓我們 就讓我們國家來住好 他們改變生活習慣移民一下 應該也沒有什麼看到問題 所以上升四度又怎麼樣 所以沒事啊 所以沒事啊 我們搬家就好 搬到山上去 反正 山上買的都很涼快啊 因為我們如果 你住過經濟嘛 主要在經濟都很涼快對不對 對啊 那稍微熱一點也還好 多濕度也只不過 就跟現在差不多嗎 是不是我們女工就好 好 好 多濕度 真的最大的印象是什麼 植物 可能還是有些植物會開始改變 所以我在想好像我那個生態比較整個密封起來 我在猜 真的說十年後裡面有一些生物會有負面 怎麼樣 它裡面會有大力 它可能會變成 因為慢慢的環境會變惡化 養性慢慢變得不足 因為它裡面會接電 它那就可以促進那個 養出一些智慧型生物在裡面 是啊 都有智慧型 它會怎麼樣 只會長推度藍綠軍 裡面本來就有了 裡面有可能 本來可能會有 藍綠軍不是已經 沒有追蹤嗎 藍綠軍沒有追蹤嗎 來 第2號 來 澳洲那邊還說 來我們看一下課本 180 叫小師生手 小師生手一番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87 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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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關於地球能量傳輸的分布來像錯誤 看一下 能量輸入來自於太陽輻射對不對 對 同不同意 能量輸入是一塊 對 地球上的能量 來自於太陽 同樣 同樣 能量輸出與紅外線長輻射為主對不對 對 對啊 是輻射暖波 我們輸出吧 從地球上輸出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那個 第183頁有沒有 基本上都是長坡 因為我們都已經把它降到長坡了 對 但是 有部分會被雲 空氣吸收 還是以長坡方式 就是輻射出去 當能量收入小於支出時 溫度會上升對不對 不對 不對 這是剛剛過天講的 如果說 太陽休眠的話 理論上地球會進入小天的氣 因為能量不夠了 支出多 支出的部分是指什麼 輻射 輻射離開地球表面 叫做支出 能量支出大於支收入的時候 溫度就會下降 高低緩度的能量傳輸 主要是藉由 那個大氣跟海洋的環流進行對不對 對 整個地球的能量分配 是靠那個大氣跟海洋 在最後運轉 我們看186元 86元 來 這個小龍 在支出門找到有關 地球大氣平均分 平均分度的區間圖以及 二氧化碳排放火炮 觀察兩圖 他的結論是 地球大氣乘平均分度的上升 顯然是有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一期的 請問下面哪個資料可以支持他的結論嗎 看得出兩張圖 你差沒嗎 就是二氧化碳量是越來越多 右邊是 然後右邊是大氣平均分度 它是越來越往上 OK 所以 他說A 當排放量增加 使溫度增加 對不對 這個支持 好 B 溫度有上升 對啊 C 是導致地球氣溫上升的主因 這兩張圖 不是 不是 從這兩張圖可不可以支持他這個說法 可以啊 從這兩張圖可以支持嗎 可能 B B 這個問題 他說上升也不經常是上升 他有下降有上升 對不對 但是 趨勢是往上走 沒有錯 但是有上升有下降 是一樣的 來自的上升 一定要全都上升 他這兩張圖很簡單 你要看 如果說我們二氧化碳是導致它上升的主因的話 那也就是當二氧化碳下降的時候 我們的溫度要下降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在1980年的時候 他在這邊二氧化碳是有下降的 可是地球的溫度會有下降 沒有 沒有下降對不對 所以從這兩張圖我們不能得到這個推論 說二氧化碳是導致氣球溫度上升的主因 沒有這個結論吧 對不對 沒有 沒有這個結論 來 第一 二氧化碳的含量跟地球平溫度層正相關 對不對 沒有 為什麼沒有 他就是含量 他不是排放量 那排放排放到哪裡 排放到哪裡 那只是換個說法 第一就是這個 第一是對的 排放量事實上就是等於大氣中的含量 二氧化碳的含量 對不對 所以二氧化碳的含量 跟地球平溫度層正相關 正相關就是說它有關係 但是不是絕對關係 因為你看 第一這個結果跟C這個結果是有點差異性的 C這個結果是主因 比如說他上升他就上升 他下降就下降 那第一這個結論說是正相關 是有關係 是有正的關係 所以二氧化碳越高 溫度越高 這個意思 好 187 之前來 B溫不錯 B 溫度有下降 他溫度不容易上升 好 知道 好 187 第一題 造成溫室效應的溫室氣體 所吸收的熱視來自哪裡 是來自於地表反射的紫外線嗎 紫外線 紫外線 它可以吸收短波長嗎 不行 它能吸收長波長 187的第一題 小四三種第一題 小四三種第一題 造成溫室效應的溫室氣體 它所吸收的熱視來自哪裡 是來自於外太空的長波長嗎 地表反正 我現在隨便講 我現在來講 先不要看他 我先來講 先聽我講 是來自於外太空的短波長對不對 不是 是來自於外太空的長波長對不對 不是 是來自於地表的短波長對不對 不是 那來自外太空的長波長哪裡錯 因為外太空只有短波長 外太空基本上都是短波長 沒有什麼長波長 對 來自地表的短波長對不對 對 哪裡對不對 因為地表反射整個反射 都要控來先長波長 地表可以反射短波長 地表可以反射短波長 那為什麼不是短波長 因為它只有反射 因為它不吸收 因為它不吸收 所以它吸收什麼 地表反射長波長 這就答案是什麼 B 答案是 B B B是什麼 紅外線 地表輻射出來 地表輻射嗎 地表輻射出來的 對啊 B B 安諾 奇怪 眼磋了 好 第二題 如果有人跟玻璃溫勢比尼 下面哪個圖形比較適合 表示地球大氣成 路視效應 C C啊 冠山進去然後反射會出去 OK C沒有錯 C沒有問題 C沒有問題 好 地球輻射 在裡面嘛 是照到地球 照到表面之後 照到地底之後 反射上來就地球輻射 對 太陽輻射從玻璃空進來 就從玻璃射進來 好 三 溫室氣體的含量 不會受到哪個因素影響 溫室氣體的含量 不會受喔 不會受到影響 岩石風化 為什麼 不知道 哦 岩石風化 為什麼岩石風化 岩石風化會 岩石風化會 像我們現在很多石頭裡面 都有二氧化碳 對 因為二氧石頭會吸到二氧化碳 像鈣啊 鈣之所以被固化 是因為 它變成碳漿鈣了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會受到的是 答案是C C 不是因為它這樣很擴動 這樣很擴動 影響到什麼 它說溫度耶 不是 它說溫室氣體的含量 溫室氣體有什麼 有水氣 有二氧化碳 有甲烷 主要是三類嗎 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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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 村長成波動 為什麼會影響這三個氣體的含量 怎麼去影響到這三個氣體的含量 那不是紫外線會更多嗎 紫外線更多會影響什麼 會影響這三個氣體嗎 嗯 紫外線更多 只會讓生物生病而已 只會讓生物得來症 只會讓生物死掉 對不對 它不會讓這三個氣體改變 OK 因為有餘的關係 都會讓你 用紫外線照一下什麼 嗯 就會讓人照 它當然一個非常大 你譬如像 通常人破壞的 比較嚴重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你去 你去做志工要小心 你去游泳要小心 你可不可以得皮膚海 為什麼 因為QV太多了 對不對 那你就除防曬 或是減少阜曬 減少塞 火山活動的四氣作用 會不會影響到物質氣體的產量 會不會 那有二氧化碳 或者是有些 CH4會產生 人類食化 使用食化燃料 這沒有什麼 這絕對是 二氧化碳就產生了 所以只有吸 人類食用 食 是嗎 化食燃料 化食燃料 人類食用化食 食用化食 食用化食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188頁 188頁 這講冰河時期 冰河時期 我們還沒有完全介紹 那 OK 這個部分 我們就回去議詢 我們下禮拜 我希望把這張講完 不是下禮拜 這禮拜五 這禮拜五 所以只有剩下兩節 麻煩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 這兩節好好看一下 我們才可以好好進入討論 因為感覺上 今天的 討論還不太夠 然後自己的精神也不太好 所以 精神最好 我都一直進入討論 不錯不錯不錯 因為他在為了 努力的 測試自己的生意 標討在哪 好 我把我決論 我們可以把音場拆掉 可以啊 怎麼樣 拆掉啊 拆掉可以拿來做別人 蛤 所以大家就壞掉了 沒問題 沒有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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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